嗨,大家好,我是后面的陈小雨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特殊情况之下的5月股市投资 不如5月份,我们看到两种现象 第一种是股指出现暴跌 尤其是5月4号第一天股指暴跌2%以上 但是其中有两个行业逆势飙涨 第一个是防疫物品,比如说酒精消毒液,口罩 以及相关的防疫物品出现了暴跌 第二个行业,油气行业出现了暴跌 在这种情况之下,投资者应该如何抉择 那美邮从4月28号到今天为止 从最低的10美元涨到了26美元 出现金氛式的行情 那对于整个油气行业来讲 最黑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 那目前是不是可以进行长期投资 马来西亚油气股近期出现暴涨 那随着后边5月12号 全面复工以后会不会出现更大的涨幅 目前的油气股是不是可以进行长期投资 以下的视频或文字讲解只是为了达到教学的目的 因此任何人基于本视频任何图片、文字、声音以及所有观点 所做出的跟股票投资相关的任何买卖决策 所产生的任何风险以及收益 与本公司和本人无关风险自担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没有井喷上涨 油气最坏的时期师傅已经过去了 那么从大马MCU复工第一天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了一种景象 那么清源大排长龙从商场排到后边外向 那么本周呢我们看到美油呢出现了大幅的上升 那美国的总统川普在他的推特也说了 就是石油呢已经开始上升 需求呢逐渐的在增加 今天我们主要讲解内容呢 第一个是穷不穷的原因 第二个是美油井喷 马来西亚油气暴涨 牛是来了吗 第三个航空股为什么还是不能投资 那第四个就是即将到来的5月12号 全面解封之后的投资机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5月6号 这个美油的暴涨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么这边呢有报道说是各国封锁松绑 激发需求纽约油价暴涨20% 那从图形上来看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昨晚呢 确实油价起伏比较大 上升比较多 最高呢已经到了26美元 那到底油价的暴涨是短暂的行为 还是长期牛市的到来 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图表的形式来去看一下 那么这张图呢是原油的指数走势图 那么前面你可以看到 在这边有出现过三天的上涨 之后呢第四天开始调涨 出现了一波下跌 那么这边也是出现了三天的上涨 之后呢出现了一天的下跌 那这个下跌的并没有冲出新低 那么之后呢就开始展开上攻 那么其实前面三天来讲呢是一个规则 第四天出现调涨 那么后边就是调涨 如果第四天没有出现调涨 基本就是开始上涨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 在第四天呢收了一个阳线 虽然阳线比较小 但是跟前面几次相比的话 已经是非常非常进步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呢 你就发现原油的价格就是开始爆起 并且突破了长时间没有突破的 这个重要阻力 布林线的白线 前边两次呢都没有突破此线 那么这个位置呢是无效 那么目前呢站在布林线白线之上 已经三天了 那么原油的走势 正在从熊身当中慢慢的走出来 并且已经突破了牛熊的分界 中轨 那未来如果说一旦站稳中轨的话 原油的走势将展开一波不错的上升 那么没有井喷 主要是因为美国一些州 以及意大利西班牙 葡萄牙 印度以及泰国等一些国家 开始允许一些民众复工 以及建筑工地 公园与图书馆的重新开放 燃料需求前景有所改善 那马来西亚从5月4号开始呢 部分的周数也开始复工 那么带来的汽车燃油 以及呢这个公共交通燃油的增长 那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天呢 原油的股票 包括汽油的股票出现了报复性的上升 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易的 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 收益每桶24.56美元 账幅在20.45% 企业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 价格上涨3.77美元 收益每桶30.97美元 账幅位是3.86 那么就是马来西亚的油气板块 原油上涨 对于马来西亚原油板块来讲呢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行业是不是牛市的到来 还是只是短暂的反弹 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上涨的话 基本上是4月初的情况啊 因为这个炒作的是石油减产协议件事情 结果后边的达成协议之后呢 开始出现了二浪的回撤 那么后边的一直到了4月27号之后 我们才发现原油期货呢 开始上涨 一直到了4月28号附近 那么由于各国家对于行动管制呢 逐渐放宽 部分行业和部分周属 部分国家呢开始开工 带动了原油需求的增加 那么相信后边随着各个国家 不断的进入到复工的阶段 对原油以及汽油燃油的需求呢 会进一步增加 那么这种情况呢 对于整个行业来讲 是一个利好 那从红利软件角度来看呢 其实它是在4月30号 就已经是翻红 趋势转位上升 那通过下边六彩上升指标来看呢 庄家在4月30号呢 也开始增仓 其实真正的爆发呢 就是在上个礼拜五 尤其是在上个礼拜五四号 也就是开工的第一天 我们知道KLCI的 这个指数是暴跌的 但是原油的行业呢 却是上升的 那么第二天呢 指数是上升的 那么原油的这个油气行业的股票呢 是高开高走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呢已经是非常非常强势了 那么为什么这个行业会逆势飙升呢 主要是跟资金的进出有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从下边的这个六彩神龙指标来看 红色的大资金 在4月30号呢 出现了大幅增仓 那么其中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谈一下 到底投资什么样的油气股是比较合适的 或者说呢 我们有很多的油气股 那到底你投资哪一支会比较有效 或者比较比较合适 因为通过刚才我们的分析来讲 复工直接带动的是汽油的这个增长 汽油需求的复苏 或者叫增长 或者叫恢复 然后在大马市场呢 像这个横远来讲 它是专门做燃油的 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股价走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比起其他的油气板块的股票来讲呢 是效果比较好的 然后从4月29号的2块9毛9 截至到昨天呢 已经到3块5毛3 通过下边的六彩神龙指标来看 其实从29号 庄家比例就开始增加了 28号的庄家比例是21.9 到了29号 庄家比例到达23.64 然后到达30号 庄家比例是28.62 那么后边第二天呢 增加到31% 截止到昨天为止 已经增长到59% 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 比如说大红花 那这个股票 它涨的就不是那么好 你可以看到 它从29号开始呢 庄家也有一点点增加 在30号呢 也有增加 31号没有增加 昨天的也有增加 但是它总体的涨幅来讲呢 就是比较少 比较小一点 对吧 它的涨幅呢 才涨了19% 刚才我们看 像这个横远来讲呢 它是涨了17% 从上涨的强度来讲呢 我们看到了 横远的涨幅是比较强势的 以及我们可以再看另外一个图 就是这个3042 那么它作为一个蓝筹来讲呢 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啊 而且庄家接触也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作为一些不太知名的 比如说 5218来讲 它为什么没有出现上升呢 同样的机会 同样的行业 面临同样的好消息 但是为什么5218没有启动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呢 从29号呢 其实也还是下跌的 然后整体的行业在复苏的时候 它还在下跌 那么在30号呢 其实收了十字 31号收了十字 然后呢 基本上这两天呢 也没怎么起 然后从庄家的角度来看呢 它虽然有增仓 但是比起之前的庄家比例来讲呢 还是比较小的 所以说我们在寻股的时候呢 虽然我们面临着同样行业的股票 不是乱乱买就可以赚到钱的 我们需要去思考 然后对照红利软件 六产神龙指标 看一下哪一个股票 庄家增仓比较明显 那么就会有不错的上升 比如说像Petro Energy 它在29号呢 是出现了庄家增仓 之后也是在持续上升 那么虽然涨的不多 但是比起Support Energy来讲呢 这样的还是不错的 那您到底有没有选对行业 有没有选对个股 您的股票是不是有庄家增仓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可以点击我们下边的这个链接 或者说发送您的股票代码 到下边的联系方式 从目前整个游戏板块来讲呢 它还只是一个反弹的范围 因为整个趋势的还没有突破主线 庄家也还没有超过25 后面如果说 庄家持续增加超过25 甚至50 那么整个游戏行业呢 将出现一个比较不错的赚钱机会 相信随着全球开始逐渐复工 那么对于实球的需求的逐渐增加 那么油气板块的表现一定是不错的 当然我们最终需要用六彩山龙 以及薛船王来进行确认 第三个话题我们就来谈一谈 航空业是不是能够开始投资了 那么这边呢 我们用的题目叫做 遭遇至暗时刻 全球行企还能撑多久 前面我们刚聆听了巴菲特股东大会 巴菲特对于行企的一种分析 甚至它呢 是断腕求生 全部的割肉出局 那数据显示 疫情发生以来 全世界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客机被迫停飞 欧洲已经有多家 欧洲的支线航空公司和连驾航空公司 破产或申请破产保护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4月14日发布数据预测 今年全球航空业损失 将达到3140亿美元 大约是2.2万亿人民币 大约是2.2万亿人民币 巴菲特为何断币求生 巴菲特出清四大航空公司的股票 它不是对某一个公司不看好 而是对整个行业不看好 不是短期不看好 而是长期不看好 至少是三到四年 这就意味着可能疫情之后 航空业依然不会恢复 为什么呢 可能是疫情当中 大家都学会了远程办公 疫情之后 很多公司要节约成本 可出可不出的差就不出了 所以公务旅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不会恢复 同样在疫情还存在的前景之下 以及疫情结束以后 我们也不会到处去旅游 因为怕出去以后再被感染 另外目前各个国家 对于外来者的一种签证政策 逐渐在收紧 所以说旅游后边会变得越来越少 当然国内旅游的话 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阻力 国际旅游 出国旅游 这件事情往后会不那么容易 航空业面临重新洗牌 凌驾航空未来还会有吗 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呢 因为疫情以来 不少航空公司考虑将中间座位空置 因为目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能做得太紧密 以减少乘客间的接触 意大利一家机舱座椅设计公司 更未以筹谋 设计了后疫情时代 客机舱的两种方案 另一种方案就是在 座椅两侧加装防护罩 在乘客之间设置一道屏障 另一个方案更加极端 完全将中间座位翻转过来 力图将乘客之间的接触降至最低 那么这个是疫情的需要 也是健康出行的需要 业内人士表示 如果中间座位不卖票 没有一家航空公司能够赚钱 要么停航 要么将票价提升50到100% 这就意味着廉价航空的时代的终结 那么廉价航空在这种情地之下 有几个能够挺过去呢 所以马航亚航前景真的堪忧 所以说投资者旁边 亚航呢虽然目前很低 但是基于刚才我们的分析来讲呢 就是尽量不要去超它的底 因为你可能认为它很低了 但是未来整个行业呢都不会太好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高成本出行时代即将来临 亦内人士表示 如果中间座位不卖票 没有一家航空公司能够赚钱 要么停航 要么将票价提高50到100% 那么这又意味着廉价航空时代的一种终结 常态化的防疫措施 机场测温设施的使用 航空公司搞检测 一定会带来高成本 未来是不是没有廉价商业模式呢 还要相对的去看 廉价航空是一种商业模式 不管市场集中度有多高 相信从航空业发展来看 监管会越来越成熟 消费者的权力呢 也会越来越大 新常态下的出行方式里 依然会有廉价模式的存在 但是会举步维艰 更恐怖的是什么呢 航起最大的挑战不是疫情 而是反全球化 这才是航起更大的灾难 疫情以来 各国家逐渐在关闭移民通道 在关闭签证的通道 以及美国总统Trump所倡导的反全球化 各国家将制造业拉回本国 那目的在于什么呢 能够完全自给自足 不需要外来的一种进口 那么反全球化在短期之内 可能没有出现什么大的进步 但是若事态继续演化下去 反全球化的浪潮会越来越高 一旦出现反全球化成功的话 那意味着各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 以及各国家的民众之间的来往会减少 那么自然这个航空的内容率会降低 那么这才是航起的更大灾难 所以说疫情对于航空来讲 不是致命的灾难 那么真的如果出现反全球化 全球进入一种反全球化的一种阶段 那么航起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 甚至面临着灭顶之灾 那么像亚航这个股票 刚才我们提到 以及马航 那么未来的抉择是什么呢 临驾航空生存会越来越困难 马航呢作为国企 作为国家航空 它的票价非常高 那么在私底下也传言着 马航与亚航的合并 那么这种呢 它是一种必然 也是一种需求 在生存的面前 大家都会去进行妥协 如果真的出现刚才讲的这种情况 两家企业合并是最好的方案 至于是马航吞并亚航 还是亚航吞并亚航 这个就不知道了 但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图形来看的 亚航的股票其实还是比较差的 虽然价格比较低了 但是中价没有介入 或者说呢 它在低位进行徘徊 与其他的油气股 以及这个防疫物资 还有这些医疗保健的股票来比 差了很多 所以说它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最后一个话题 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512MCO之后的投资机会 那么原先定的512全面复工 如果真的实现的话 那就意味着经济重新启动 经济活动重新回到正轨 汽车公共交通 为了安全和防疫的要求 政府要求各项防疫工作 必须做到位 否则就不能开工 从5月4号第一天开工来看 防疫物品权限暴涨 虽然不是全国复工 只有部分州属复工 但是防疫物品的需求大增 因为公众出行需要戴口罩 需要做好防毒的这种措施 各个商场各个商家 也要做好防疫工作 长期来看 疫情防控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甚至很长时间 疫苗研发成功 至少会在2021年才有可能 往回来想 假设秋冬季 真的还有第二次疫情大爆发 那这些物资的需求会更高 从这几天的油价 尤其是汽油来看 需求开始回升 这只是部分州属 当真的全面复工之后 会有更大的反应 此时油价不断上升 利好油气 长期来看 油气的最坏阶段已经过去了 刚才我们比较了原油 以及燃油的一种走势 那么燃油在未来的这种需求 会比较多 为什么呢 因为重新开始启动 各项的经济活动 都是需要用石油来支撑的 尤其是汽车 公共交通 以及是航空交通 那么防控 防疫物资到底都有哪些股票呢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比如像0163 那么它就在5月4号呢 出现了大幅的上升 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0163呢 在第一个开工的日期呢 出现了大幅的上升 你可以看到它当天就涨了 是7.58% 那么它呢 是做手套和口罩方面的这个公司 那么从下面的中价资金来看呢 其实大资金从3月3号就开始增仓这个股票 从当时的2毛6涨到现在是5毛6 已经翻了一倍还多 那5151呢 在4号的时候 出现了30%的上升 那么这个呢 属于这个农药相关的 这个抗病毒的这个化学成分 化学药品之类的 但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会起那么多啊 但是它跟防毒是有相关的 但是不是这个最直接的 然后我们再看3298 那么它在5月4号呢 是大涨32% 它是做什么行业呢 酒精 酒精消毒液 还有醋相关的一些防御用品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0187 它在5月4号呢 没有涨很多 在5月5号就出现了比较大的上升 那么这个股票呢 这家公司呢 是做医疗器械和医疗设备的 接下来就是7106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它呢 其实是一直在爆起的啊 从4月4号 1块8毛4 庄家这边呢 就开始大幅增仓 一直到现在为止 庄家的比例高达90%以上 那么4号呢 出现大涨4% 5号呢 再涨2% 那2127 也是手套股 它在4号当天 涨了9.9 最高10% 那5号呢 又涨了5.8% 像0182 那么它在4号呢 就逆时大涨了8% 它属于什么公司呢 属于医疗设备的供应 这是主要的医疗防护的 这个相关的股票 当然除了这些股票之外呢 也有很多股票呢 是庄家重仓的 可能不是直接相关的 那我们可以通过软件来进行筛选 筛选到 庄家已经在50%以上控盘的 你可以选的 那么像科技股的话 其实也是有一些是涨的不错的 你比如说 4.29号开始的这个 NOTION这只股票是大涨了30% 那么你可以看到 庄家比例也明显的增仓 那么截止到5月5号呢 庄家还是出现了 这个增仓的现象 并且洒户已经消失了 好了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 这个512之后的一些 什么的 这个投资机会 那么这一些防疫用品来讲 在过后的长时间之内呢 都会保持着稳定 以及增长的需求 所以说他们的业绩呢 大家就不用担心 业绩好会吸引更多大资金的介入 那么这几天油价呢 我们刚才看了一些对吧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 石油的股票 4324 那么它也是从 4月30号就开始 资金大量增加了 因为封城结束 基本上意味着 燃油的这个需求开始增加 那么你可以看到 庄家就开始已经介入了的 今天我们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点击订阅频道 收看更多视频 请大家吃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